小师弟,咱们不要再研究这两个工匠台了 没啥意思 要不咱们去找新boss沙虫跟他耍一耍 怎么样 对哦,还没看见过这游戏里面的沙虫长什么样子 听说他怕水,特意制作了两个铁桶 稍后捞上水去试试看 大师兄,来来来,我弄了两个铁桶 一人一个,人在地上了,你赶紧捡哈 稍等,我背包就要整理好了 搞定后我马上就来捡哈 搞定的是吧,那我就来把铁卢收了带走 然后就出发沙漠了 来来来,沙漠我知道在哪,你跟我来 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一片沙漠了 你个路吃,跟紧点哈,很快就能到的 哦,对了,看到前面有棉花 我才想起咱们还没制作床呢 现在没有可以随便乱放个昼夜烟花了 所以必须采集一些来搞张床 小伙伴们,你们还记得一张床 需要多少棉花才能制作吗 大哥,先别固执采集棉花了 看到雪条了没,沙漠boss出现了 我又不是瞎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沙漠如虫啊 简称沙虫 看样子怎么感觉还有点像蜈蚣啊 你管他长得像傻哑 就算长得像李青爹 也是咱们的敌人 好家伙,这沙尘暴搞得咱们走路都难啊 咱们现在的水桶是空的 也没有水可以制他 只能先用武器怼他了 哎呀满,一招毙命 看来这家伙也不好惹啊 大师兄,估计现在咱们还不是他的对手啊 我来把他脚下的土块和沙块给铲掉 待会跑到他的正下方去打打看 他好像又要发动工具了 我来个去,直接伸长脖子咬人啊 我感觉我只能靠着护盾在这里看戏了 哈哈,还好我身手敏捷 不然就被他一口给吃掉了 好嘞,坑洞已经挖好了 我在下面准备怼他了 哦吼,身体变红了,打中了 好像还可以的样子哦 那我也先来抽抽之呢 看来不用桶装水 也是可以快速解决他的节奏啊 哎呀,在这下面会被他攻击到的 我来个去,被你给坑了呀 跟着你下来送命了 赶紧溜赶紧溜 啊,喂喂喂,大哥 你搞什么鬼啊 把坑洞弄深了,我怎么上去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一紧张就乱搞一通了 我现在还不也是上不去了 哈哈,那你就跟他好好近距离亲密一下吧 还好我急着一点,趁乱跑上来了 至于你,我也是爱莫能助啊 你自求多福吧 现在他的身体也跟着一起掉进坑洞里面了 尴尬啊,被自己挖的坑给坑惨了 我在这下面被他咬了好几口了 那我只能说尽量靠近他 吸引一下他的火力,好让你逃生啊 哎,他又要使出什么绝招了吗 呃,好像消失不见了 这是装到地底下逃跑了吗 肯定是被我霸气的外表给吓跑了 这,长这么大 第一次见到这么不要脸的 都跑到那么深的地方做缩头乌龟了 还敢大言不惨 你的脸皮还能再厚一点吗 哎,大师兄 怪物跑了 这沙尘暴怎么还在的呀 可能是咱们没有把它干掉的原因吧 说不定他就躲在这个附近的某个角落呢 这沙尘暴还挺猛的 只要咱们身陷其中就会一直掉血 不行不行 陈仙照爱怪物已经跑了 我得去前面海边捞一桶水防身 以被捕时之需 赶紧来捞上吧 我也是听小伙伴说杀虫怕水 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反正带上就对了 小伙伴们 这Boss真的怕水吗 不累个去 这沙尘暴这么久了 还没有消失的啊 连沙漠上的动物都不放过 只剩下肉和皮革了 现在天也黑了 咱们还是远离沙漠吧 继续找棉花来制作床吧 这满世界又是怪物了 确实得一人搞一张床来睡啊 不然在这荒郊野外的 一个夜晚 估计可以让咱们入土好几次啊 这天也太黑了吧 这两朵棉花搞定就够了 大师兄赶紧过了吧 好嘞 你五朵都集齐了吧 看来你的太儿精也还可以吧 这黑灯下火的 也能让你找齐了